好 明姐怎麼看 美軍針對這個中國 可能對臺灣的威脅 事實上這兩年在軍事上面 已經陸陸續續 再加強一些所謂的演訓 相關的防衛動作 那我們看到12月4號 有兩架B52 飛進所謂的這個 臺北飛航情報區 那這在過去 從2018年開始 就是美軍的B52 事實上在東海跟南海 都在進行一個叫CBP 持續轟炸演訓任務 那平均來講 一年大概都有六次的這個頻率 那今年差不多到12月 差不多是第五次 差不多這個頻率 那這一個演訓的過程 過去基本上在非東海來說 我覺得政治上來說 它基本上就是在破除瓦解 這個中共前幾年 在東海設的 這個東海防空識別區 ADIZ 所以你看它這個飛行的 這個航線都有進入 這所謂的東海的 這個防空識別區 這次比較特殊的是說 它還沿著 臺灣東面有一個叫 飛航情報區的邊緣FIR 那飛航情報區 跟我們傳統上在講 防空識別區 是有點落差的 特別在我們東面 東面如果以防空識別區來講 它的話的這個位置 是東京123度 飛航情報區再往外 擴充一點 到東京124度 那它這次就沿著 這個東京124度的邊緣飛 那這當然政治上有挑戰 所謂它這一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重要的意涵 軍事上來講 當然每一次除了飛行員自己的這個飛航的訓練之外 都在演練所謂的磨灵攻擊路線 那磨灵攻擊什麼 我們現在談一下B-52 為什麼要拍B-52 B-52我們知道它服役很久了 1950年代就服役 服役到現在已經60年了 事實上在這個軍事史上 它到目前來講 已經堪稱叫阿公級的 這個戰略轟炸機 但是它現在還進行性能提升 它服役到什麼時候 它服役到2050年 也就是說到時候它會破百歲 就未來到2050年 它會變成人瑞級的戰略轟炸機 那為什麼美軍有這麼多好的科技 新的裝備 為什麼還要持續用B-52 B-52好用 它的載彈量非常的高 非常強 它一次可以搭載30 30噸的個式 不管是精準彈藥也好 甚至飛彈對地對海的都可以 那這樣的一個戰略轟炸機 最近在做性能提升 主要是換裝了 它的這個有8具這個發動機 另外它的航電設備 上面加裝Link-16 還有新式雷達 那基本上來講 只剩下外面的皮是舊的啦 裡面的性能 事實上都是現代化的 這個具備作戰的能力 那過去來講 它搭載的這個彈藥非常可觀 它現在進行機翼更新 雙翼 本來它雙翼只能 這個各搭載5000磅的這個 這個這個重量 它未來 更新機翼更新之後 它提升到2萬磅 它的這個機翼的這個搭載程度 它未來可以各掛一枚 叫MOAB 超級炸彈 這一枚炸彈重達9.8噸 這非常重 這一枚下去就不得了了 對地攻擊來講 一支部隊就全毀 那它未來可以搭載兩枚 那這幾年來 它不斷的內部的 這一個發射系統的界面 進行整合 它現在也可以發射 本來過去它為什麼是叫戰略鐵三角 空中重要的載台 它可以發射空射的核武 那過去是AGM-86C 這樣巡弋飛彈 它已經比較舊 現在美軍正在研發一型 更新的射程更遠 叫LRSO 未來它也可以搭載核子彈頭 但如果以傳統的這個作戰來講 它目前它已經換裝最新的 叫JASSM 就AGM-158B 這一型的遠距的空射 逆中的巡弋飛彈 可以對地面進行打擊 所以我們看到它這次飛的航線 進入這個東海防空事業區 這個位置 基本上所有東南沿海東部 東部戰區的這些地面目標 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它飛的剛好在這個沖繩下面 這個航路 它也很有可能在演一個更新的 空射型的這個逆中反艦飛彈 叫這個LRSM 它是AGM-158C 這一型的 最新的 它先前已經B1B 已經測試過了 現在未來FA-18EF型 這種超級大防空也可以搭載 那未來連B52都可以 這個掛載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它至少可以搭載20枚 那20枚這是什麼樣的 這個威力強大的概念 過去美軍先用B1B去測試 它可以搭載24枚 美軍的評估是這樣子 我只要出動4架B1B 總共96枚的這個LRASM 這樣的一個遠程反軍飛彈 在1000公里外 我就發射 不會進入敵的這個敵方的這個防空火炮作戰區 96枚打下去 所有艦隊全部被摧毀 這麼厲害 全部被摧毀 所以只要4架就可以摧毀一支 不管是解放軍的這個遼寧號也好 洞洞2的這個航母戰鬥群也好 全部都被摧毀 所以它在這個航道上面 做這樣的一個演練 基本上我覺得 測試這一型的新式的飛彈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在那一個地方 等於解放軍還沒有出第一島鏈 就完全被封死在那裡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 它也有可能過去去年 在這個RIMPAC 也測試過所謂的遠距快攻水雷 MK-84的這種遠距快攻水雷 雖然它的這個投射射程比較近 但是它的好處 它可以封鎖敵方的軍港 而且B5S不用低飛 它只要高空拋射 直接100公里之外 把所有的對方的這個航道軍港 全部封死在那裡 所以未來等於說 它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做這樣的演練 當然某個程度就是在提升 就是說美軍在 這個台海防禦上面的 一個防衛的能量 那同時當然因為 這個距離離台灣很近 我就回到先前談的 就是說美國智庫 談到說未來可能 比如說有 這個三成八認為說 可能會武力犯台 2035年 那另外有六成多的人 認為說可能不會 那不管會不會 這個現場的專家學者 一致都認為不管怎麼樣 都要提高這個台美共同防禦 台海的這個作戰的能力 所以不管解放軍未來 他要不要武力犯台 會不會武力犯台 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是 很重要的一個準備跟考量 另外前幾天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香港 這個拒絕 美國軍艦停靠 那今天環球時報 中共一拍報紙又出來嗆聲了 美國參議員直接說 可以乾脆來台灣停靠 那今天這個環球時報又嗆說 那解放軍的飛機 也可以飛越台灣的總統府 那這個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解放軍飛機有這麼厲害嗎 我覺得他飛越總統府的 這個台灣的總統府 這個政治上嗆聲的意味 比較高 還沒有進入台灣的領空 基本上就在 這個台灣海峽被打下來 就嘴炮嗆台灣比較快 用嘴炮嗆很容易 就算他要在這個 不管他要飛哪裡 中央山脈過去都嗆過 這種的言論是太多了 那當然我覺得 他是在對於這個美國軍艦 可能未來評估 停靠台灣的港口 做一個打預防針的動作 就是就像先前2016年 這個中共駐美國的這個公使 李克欣是不是那時候也嗆啊 他就講說 美國軍艦進入高雄港之時 就是解放軍武統台灣之日 所以同樣的這個說法 但我覺得美軍當然 他也不會這個 他會有所政治的評估啦 事實上譬如說 他未來逐步提升 先用這個美軍的醫療船 來停靠或者海巡舰 慢慢試水溫 當然也是視你中共 對台灣武嚇的動作嘛 你如果對台灣的動作越強硬 那美國在台灣防衛上面 也會越加碼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